中国人娶日本俘虏为姬 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藏、百姓苦、古往今来 战争都是统治阶级用来压榨百姓掠夺财富已尽私运的工具 战争的这一本质 不管是本民族也好 外民族也罢 其面貌从来没有改变过 日本国几番发动的清华战争也不例外 彼时 日本军国主义为了达到一些不为人知的目的 疯狂煽动 其国内不知情的民众来华进行侵略战争 近乎丧尽天良 当那些听了军国主义统治者 大肆宣扬而不明就里的日本百姓 怀抱着一枪保驾卫国 救苦救难的伟大志向来反击中国 但当他们踏上中国的土地时 才发现被自己的国家个骗了 这其中包括一名颇具传奇色彩的日本女性大公敬子 她原本是医 为普普通通的日本医学生 当然也是一位正值青春年少的妙龄少女 大公敬子听到 中国人在残害他们的同胞之时 毅然决然的踏上了投身报国的道路 但是当她到了缅甸之后才恍然大悟 但为时已晚 后来她被俘虏了 展开权文作为穷凶极恶的日本法西斯分子 大公敬子也同样面临着战胜国的制裁的局面 好在当时许多机缘巧合之下 她活了下来 并且嫁给了一位叫刘运达的中国军人 这不仅让她得以在战争中幸存 还因此拥有了一个家庭 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奇妙的是事情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大公敬子原来是一位日本企业家的千金 当这位中国丈夫三十五年后 去日本才发现 她的日服小娇西竟然身价上亿 令其惊奇不已 文之此事后 大家也不免觉得十分欣慰 这恐怕是无情的战争中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温暖吧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